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飞入, 出了Luca 3 說說其他新聞 其實這對 A1 都說過了 好穿真的不太好 有點危險 顏色做得不錯 類似幻彩色的粉色系列 藍綠色 樣子來說 普通 顏色系來說 蠻漂亮的 不容易大家入手 Hardle Model Make Firmingo Pink 這款粉紅色 沒有七代的粉紅色那麼漂亮 因為 配上橙色和粉紅色 相差一點 但表面皮的感覺 就好像比其他系列漂亮 我只要覺得白灰色 那隻就比那隻粉紅色 但是粉紅色始終都有 它獨特的市場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粉紅色的 都可以留意一下 奶幫尖21 22都見到相片 21又出現一個變咒版 這個EASTER的款式 其實現在有幾個色 有灰色 有一個叫cool grey 顏色 有一個紫色 它將側身的線條 就變成一條條 其實我相信 大致上的鞋子 就不是差太遠 但是 即是叫做21.5代 因為 它的Next Gen又沒有出身 其實它又沒有一個 叫Soldier系列的支線 而現在奶幫就用了 即是叫做 整個21.5代 去維繫著自己的 叫做銷情 但其實有一代銷情 又不是真的特別好 我自己又真的沒有入手 不知大家怎樣看 Pegasus 41 就是跑鞋 這雙跑鞋 今次說到很特別 但其實React X 也好 Zoom 也好 前後Zoom Back 也好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即是叫做左搭右搭的科技 今次它又說 彈力又多些 即是叫做 減少了炭足跡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炭足跡 那麼厲害 但是 即是它現在這個 今次的Air系列 Pegasus 也是其中一元 整體來說 這個款式 都維持Pegasus 的樣子 最主要來說 都是以科技為主 即是 鞋面那些 即這面 可能的密度 鞋底 那些 就是React 底的密度 可能會跟之前的代手 有些不同 可能在穿著來說 的感受 有些不同 但是 你說是否一個大改 真的說不上 Carrie Follow Pro Floetro 這個Apro Shower 有幾帥仔 白色 都叫做幾清新的樣子 其實Floetro 已經出了很多不同的款式 一代 二代 四代 其實 那些Floetro 比自己更漂亮 一對Carrie11 所以 他自己很多時候 都會穿了他的Floetro 去打球 而是Carrie11 大家對這個Carrie系列 都有興趣 都可以留意一下 人人都玩AI Like 也玩AI AI探索 這對Like 這對Yama 這對鞋 外星Logo 大家都有見過 但是 用它的名字 做一對圓形鞋 都挺有趣的 外觀 就好像兩隻眼仔 在側身 這對的科環感 非常之足夠 不知大家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 如果它真的會出 都會挺有型的 應該都很有市場 不過當然 其實有沒有鞋醒 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你怎樣穿呢 這是一個問題 不過 純粹款式設計來說 雖然是很大膽 但其實都叫做 非常吸精 這對鞋子 有些看頭 剛剛講完Pegasus 41 Pegasus Premium 亦都會在2025年出 今次的Zoom 的體驗 將會叫做 前所未有這麼大 但是 其實這對 全掌Zoom 是很多很多年前 都有的 現在 就伸延回Pegasus 系列 那 全掌Zoom 是不是很特別的東西 真的不太是 但是今次 它那個 Zoom 你可以說是 那個彎節 的部分 會不會是有很不同的東西 又應該說不上的 那 跟它普通系列 就是由Zoom 即不是React 即不是用Foom 就是用Zoom 可能腳感方面 就有少不太 這個大致上來說 都是噱頭多 過什麼 因為 Zoom 跟現在外面街 很多不同牌子的 換震系列 是不是真的這麼突出呢 又不是真的說得上 帥哥帥哥 希望大家看看 自己喜不喜歡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News AIR 新宇宙 其實 很多鞋 都已經叫做出了 你說是不是很特別呢 就是AlphaFly 3 第一個就是 它的跑鞋系列 其他 Pegasus Pegasus Premium 我剛才都說了 這個 AIR 系列 最吸引我 就不是足球鞋 反而是藍球鞋 它對藍球鞋 就是GT Hustle 3 GT Hustle 3 其實你問我GT Run GT Hustle 2 其實都叫做媽媽的 但在一個人 GT Hustle 3 這雙鞋 無論外形 和實戰性來說 正常 很多錢 兩個Zoom Port 位置 又好 整個設計造型 鞋底 好像用上生膠底 和紋路的Hareburn pattern 都叫做一對正常的男後鞋 終於變回一對中統的正常男後鞋 所以 今次來說 GT Hustle 3 我相信 實戰性來說 應該跟GT Cut 3 不會差那麼遠 今次 GT Cut 3 好像大家的評價都很高 但GT Hustle 2 其實我都不會聽到 很好評價 但你對GT Hustle 3 叫做將一切的改正型之後 會不會給大家驚喜呢? Anyway 今天去到這裡 如果大家的問題下面 訂閱和訂閱和分享的頻道 這樣就想不想再分享 拜拜 拜拜